到最後其實圖面都已經差不多完成了 那就是要看你最終把圖面上把它做一個標注 那這個部分我就用已經畫好圖面來講解 那最終我們繪圖最後要標注的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而已 那來看一下那個投影片 投影片裡面最終他告訴我們標注的時候要注意哪些事 其實標注說起來還蠻重要的 那除了標注第一個你要重視的就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標注的比例要弄對 比例弄對之後後續的標的話 哪些東西要標出來就可以了 這部分請你弄清楚就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那個標注的部分 那畫完以後你可以看到畫圖的步驟 就是說你看投影梯極的繪製 剛剛都講過了 再來扶手的修剪這邊很花時間喔 而且會容易做錯 其他投影邊線標示尺寸文字說明書寫圖明比例字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最終跟以前剛有同學講說以前都一樣 是啊都一直重複 只是比例尺不一樣 你要注意那個輸出的比例尺 好那標注的是要注意哪一些東西 相關地形的高度 總高度 個層高度 延高 樓梯近高 齊樓地面卸水坡度 天花板 窗戶陽台 女兒牆 大概就是這些喔 那圖面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樓梯平面翔圖的查核 它跟平面圖有沒有不一樣 那我們從平面圖畫過來當然會一樣 那剖面的位置對不對 前後關係 剛剛在修剪樓梯的時候注意前後關係 那 階梯的梯級要標出來 123456 順序要不要流水號要不要出來 平台的位置 對不對 檢查看看 OK 那極高極寬 極深有沒有符合法規規定 像剛剛扶手我們講 扶手的高度指的是梯比到期垂直上方的距離 所以我們那個圖面上給我們在中間80是比較少一點 那正確是要從梯比開始算 梯比就凸出來那一塊叫梯比 那欄杆的位置也要查核 所以要注意它跟梯級是不是一樣的斜度 那坡度就要注意這些就可以了 好那這些你有注意到了 其實我們再來看最終 我們看一下圖面 好 標注的部分你看那個結構尺寸 到哪裡到哪裡到哪裡都標得清楚 前面這邊有沒有泄水坡度啊 有沒有等等這樣子 他標距離多少 高度也要標這個沒有標到 要不要出來 然後這個呢是個層高度 跟這個踢板 這踢板材質是鋁兩條線 這個他沒有漏掉了 這個圖漏掉了 好 然後整個高度細部高度都要標 因為這是翔樸了 這邊有樓層靜高 他標這個符號是說 16的16階 18.75等於300 就是說我這邊分了16 16個踏高 極高 16階 但是只有15個踏面含平臺 你記得踏面永遠跟極高少一階 好 那這等於300 這個是要從這邊看 那相對的我們來看 這一個東西的話 這個圖面給我們的 總尺寸要標 個細部尺寸也要標 T板也要標 T板用DIA 斜角標註 那 那個文字也要標 標達 那還有一個這個叫做 剖面符號 這個用Hatch 找AR concrete 就可以了 剖道的部分點一下 就很OK了 OK 那這些地方 你看他有標AR concrete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然後你再把這些東西標示上去 就是尺寸標示完了 最後用LE 說明你這個材質用什麼 梁的大小 扶手 欄杆 粉刷 地平 踢腳 好 再來部分的 你這做好一個用複製的 部分的地方你標示梁 有的圖面是用一個圓圈裡面 寫個B2而已 你查結構圖就好 這個 這個他剪定圖面是好心一點 把尺寸都寫給你 好 是這樣 那上面都是重複的 知道 重複的東西 好 你可以做一個一直複製上去 那這就是整個機寬 剛剛做扶手的時候 做出來一點要注意 做出來的時候要注意樓梯 逃生梯的近寬度為多少 這個地方近寬要算 要檢討車 如果不行 你就是不能做出來 這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拉的越出來一點 那個樓梯的扶手 坡度不會那麼大 這個地方比較好做 施工的時候比較好做 大概就這樣 那尺寸標示 還有空間別 電梯間預測 這個至高 談到至高 我要跟你提 至高到底要多大 圖內的文字大概是0.5 空間大概是0.5 反推三十分之一乘以0.5 所以它是10.5 以0.5乘以對不起 0.5乘以30是多少 但是你裡面的文字是0.35要多少呢 所以這個文字是0.35要多少呢 這個部分你要先算清楚 這部分你要先算清楚 10.5 那數字是0.25 所以這個地方你在做字的高度的時候 你要弄清楚一下7.5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請你去標字標的非常的大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文字的高度 這個我有做的大了一點點 我記得好像做15還是7.5 圖面夠大 好 這樣各位清楚嗎 OK 所以文字的高度你要注意 那標注要設定一組是30分之一 標注比例設為3 這樣就解決了 這就出圖了 如果你在出A2那是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出圖的方式 這是減定的圖框 大小剛好是可以符合進來 他是要你做模型出圖啦 移過來就可以了啦 好 這邊寫一寫吧 移過來就可以了 知道齁 你用CO 複製一個 CO 就把它複製過來就可以直接出圖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出A4大小呢 哇 那就有一點學問了 我剛調了一下 你看到沒有 上圖框就進來了 這就是一個圖面 了解嗎 直接從這邊出圖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 你不要我們用四幅出圖 我在這邊配了一個四幅 四幅的做法很簡單 四幅的話 來 四幅的話我只要在這邊把這個圖框 注意這圖框是放大30倍喔 記得喔 你檢查一下它放大30而且它沒有外圖框齁 你自己要弄清楚A2的大小11701662 所以這個大小到底是多少你也搞不清楚 好你就把它選起來 Ctrl C 然後你到這個配置的時候 Ctrl V 到哪裡 0-0.0 相當大 Room Extended 好 那你這個時候做的時候 就是ScScale 喔 對啦 那基準點0-0 銀斗點0 多少倍 30分之1 除以30 好 說小腦 Room 1 好 進來了 這時候再做vPause vPause的時候 一個 單一一個 這一點到這一點 好 把雙按 拉過來中間 比例十給他 30分之1 好 那這個圖面就是剛剛好 我比較喜歡用這種方式出圖配置 配置好之後雙按按把它鎖上 這都是以前常常講的東西 我想做到你應該是下意識動作了 好 那顯示器鎖住4 就不會再動 OK 好 最終怎麼樣 Ctrl P 選擇出圖 DWG2PTF 如果你要選A4 我們看看 照理講是 一個單位等於10公里嘛 那要再小一半 其實1除以5應該可以下 可是我剛剛試了半天 它還是框不能完整進來 我有點怯氣 塗光好像 它的塗光我真的就是不太會用 我試試看以前我的A3圖框 我看看A3 不過A3跟A2差一點點而已 就是這樣 反正各位試試看 麻煩你試試看 跟前面都一樣 你只要307內套圖把它試好 OK的話 這都可以可以做得很好 那如果你用A2的出圖是沒有問題的 這我剛剛有試過了 所以麻煩同學就是說做做看 讓圖紙什麼樣等等的東西讓你畫畫看 好不好 那就把圖面把它做標註 文字標註 文字標註空間別 材材料指 所以用L1 然後呢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不太多 相同的圖面一直複製上去 材質是一樣的 然後樓梯的提別 等等 門窗的編號 這邊就要下畫了 立面圖不用畫 這邊一定要編喔 編上去之後OK 整個就差不多了 好吧 那這套圖就到這邊 OK